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西班牙惊悚片 隐形守护者 小丽出生在一个制作饼干的世家 她长得甜美可人 还有两个姐姐 她十分羡慕她们 因为妈妈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们 反而十分厌恶她 妈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折磨她 把她当成假想敌 甚至把她漂亮的头发 剪掉了她们 她的乱七八糟 并对她恶语相加 幸好爸爸很疼爱她 一直耐心的安慰她 可爸爸的疼爱 只会换来妈妈的便本家里 直到爸爸将演演一息的小丽 从面粉里救起 她终于做了个决定 她将小丽送去了亲亲家寄养 从此断了联系 多年后 长大后的小丽成了一名警察 等她再次回到故乡 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一起 重大的连关杀人案 一名女孩惨遭杀害 女孩摆着奇怪的造型 衣服被人扒光 但并未被侵犯 而她的身上放着一块饼干 随后 小丽把女孩的男友抓了起来 因为她是最后一个 见到死者的人 可她打死也不承认 她告诉小丽 女孩一直很开放 她的男友并不是自己一个 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小丽只好放了她 没办法 只能从饼干下手 小丽发现 这块饼干居然出自自己的家族 虽然 她并不想和家人再有牵扯 但为了案情 她不得不找到掌管家族生意的大姐 大姐却说 这个饼干谁都可以做 这时案件一度停滞不前 过了不久 又有一名女孩被害而亡 而且 磁装一模一样 经过调查 小丽在受害人的电脑里 发现了许多摸摸照片 初步判断 凶手是专门针对不自爱的女孩下手 接着 她调出了小镇近20点少女凶杀案 研究后发现 全是类似案件 而且 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这说明 这是一起长达20年的连环杀人案 小丽突然联想到了妈妈 因为 妈妈一直讨厌不检点的女孩 当年 还差点杀了自己 她能做出这么疯狂的事 也不是不可能的 于是 她在朋友的告知下 找到了妈妈 可此时的妈妈 已经疯了 神志不清的她 是不可能做出这么周密的凶杀案的 在和医生了解完情况后 小丽得知 她的大姐夫经常来看望妈妈 并且 妈妈只听她一个人的话 这其中 必有猫女 她锁定大姐夫 并驱车赶往她的家中 可途中因为大雨 不幸出了车祸 等她醒来后 在森林深处 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她跟上前查看 正敲发现 正有行凶的大姐夫 原来她才是真正的凶手 而大姐夫也发现了小丽 并从身后袭击了她 为了防止真相败露 大姐夫就要杀了她 关键时刻 大姐出现 并直接开枪杀了她 然后一场冷静地说 一直怀疑老公出轨 所以跟踪到了这儿 影片的最后 他们在附近的山洞里 发现了许多石骸 可因为大姐夫的死 许多谜团都变成了一个谜 而事实的真相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你们觉得 谁是真正的凶手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隐形守护者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